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 悖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这是上帝的话 弟兄姐妹们 早安 今天我们是特别定为神学主日 神学教育主日 我们一年用一个主日来让我们思考神学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有一段特别读的使徒信经 我们再倒回去看刚刚的那个使徒信经 我们来念一下好吗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庭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神学 什么神学呢 我们信一位上帝 是创造宇宙的 万物的上帝 然后祂是全能的 是天地的主 接下来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继续下去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此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审判活人死人 好 这一段讲到我们信仰上帝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 三位一体真神 圣父 圣子 以及他所做的工作 以及他所成就的救恩 以及他从死里复活 以及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再来 我信圣灵 我信更而公自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正因为有神学研究圣经 才能够把使徒信经 信仰的大纲列下来 经过这将近两千年 信经列下来已经将近两千年 如果没有这个神学所定立的这些信仰大纲 这两千年来 我们的信仰早就不知道 歪曲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 可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有稳健的信仰 因为有神学的教育 因为有神学的教育 今天我们西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 第二章一到四节 第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只是牧师把一些经文选出来 因为今年我们鼓励大家读西伯来书 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 其实早在保罗他们的当年 已经在教神学了 他们所有的教导中间 都有神学的观念 例如西伯来书作者说 上帝在很早之前就借着先知 而且是众先知 多次多方 用各种方式向祖先小玉 祖先小玉是什么 告诉祖先关于上帝的事 在末后的时代 借着谁啊 借着上帝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谁是上帝等等 然后又说明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在教导信徒 耶稣基督是谁 然后呢 你看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 那是我们使徒信径里面有的 就取自于这一段圣经的 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 然后耶稣之名比万有都高 比天使都高 那么第二章的一到四节 又继续的讲解神学教育 对上帝认识 纯真信仰的重要 所以保罗 这个希伯来书作者 极可能是保罗 因为希伯来书作者 有辩论 是保罗或是另外的作者 总之呢 作者说 要圣众所听见的道理 听见的道理是什么 关于神的道理 不要随流失去了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 是那么的确定 天使所传的话 旧约是先知传的话 那什么时候天使传过话 在新约最清楚是 天使向玛利亚显见 天使向约瑟显现 天使向牧羊人显现 天使替耶稣基督报加音 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要来做世人的救主 所以这就是天使所报的信息 这救恩我们不能错过 我们也不能更改 那么这个救恩是谁说的呢 是谁成就的呢 由主耶稣亲自讲的 然后呢 又由主耶稣的门徒 来做见证 告诉后来的人 一直到今天 这个就是关于上帝 他是谁 上帝做了什么 一直都有神学教育的传承 第四节上帝又按着自己的旨意 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其事 门徒们所行的神迹其事 还有呢 圣灵的恩赐 跟他们一同做见证 这里又教导 圣父圣子圣灵 因为基督升天 复活升天 差遣圣灵来 所以初期教会 领受圣灵的恩赐 直到如今 我们仍然领受圣灵的恩赐 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又再一次提醒我们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谨慎 要在正确的 对神认识的信仰里面 不要被人间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的神给离弃了 意思是说 要在信神 以及真道上 葬礼的吻 不要失去那些 不要被迷惑 或信了歪曲的道理 所以神学教育 非常的重要 十三节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这就是一起在圣经 真理 神 神的道理 对神的认识上面 要不断的彼此查经 彼此提醒 彼此鼓励来成长 免得受了迷惑 心就变刚硬 不信了 所以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这一句话就是 我们从圣经 所启示给我们 对神的认识 这样的信心 我们要坚持到底 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 不会因为时代不信基督 不信神 我们就失去了信心 这样我们就在基督里面 做他的真门徒 希伯来书是一本神学的著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介绍 就约上帝应许 将有一位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 成就了救恩的工作 做了人与神之间的桥梁 人与神之间需要一位大祭司 耶稣基督 做了人与神之间的桥梁 那神学教育主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 要知道神学教育的重要性 其实一般你们认识的传道人 其实我们受的神学教育 是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专业教育之上 又另外去受了神学的教育 比方有些传道人 他已经是工程师 在这一方面专业工作几年 然后再去读一个硕士 或者是再去读一个博士 然后出来做传道人 可是一般社会工作人 基本上读了一个专业以后 就在那个专业上面 大部分就在那个专业上面 一生工作了 不过为什么传道人 要另外才去读神学呢 因为为了不教导错误的信仰 为了不偏离真道 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 有两至少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非常注重神学跟解经 一种呢 没那么看重神学跟解经 那我们教会是很看重神学跟解经的 因为整个信仰的基础就建立在圣经上 而神学帮助我们对圣经的解释 能够在正确的方向跟轨道上 所以神学主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会众了解 我们必须在正确的信仰跟建立在圣经话语的教导上的神学教育当中 那么澳洲基督教华人 有五位神学生 那么两位神学生在澳西 两位神学生在澳南 一位神学生在塔斯玛尼亚 那么澳西的两位 其中一位是本堂的会友 罗亦宏弟兄 另外一位是罗亦宏弟兄的内人 太太 爱人 那么是李亦希姐妹 他们都还在继续念神学当中 很快毕业就会被我们总会免议会 拆派到有需要的教会当中去讲道 去带领 去牧羊 那这五位神学生 还有两位在墨尔本 那这个一位是还是这个波斯人 因为我们在墨尔本有一个堂会 有波斯语的崇拜 那也是回教徒转性基督的一群 这个波斯人的这个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也有支持一位波斯人的神学生 那还有一位在塔斯玛尼亚的 这个Bernie 这个小步道所 步道站在那里牧羊 他一边读神学 一边帮助那里的教会 那这五位神学生 其实我们教会对他们很亏欠 为什么呢 这五位神学生 有电脑专家工程师 有医务人员 有医务人员专业的 还有一位在Lonceston 这个在Bernie 塔斯玛尼亚这一位是药剂师 那么在墨尔本这一位是工程师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收入 他们生活都非常舒适 他们为什么要放下这个专业去读神学呢 而我们教会给他们的支持多少呢 五位每位一个月补贴一千元而已 一千元包括补助他们的学费 就没了 所以他们生活费 他们还要去做部分时间的工作 才能够养家糊口 还能够生活 这是我们教会对他们的亏欠 但是他们毅然的献上自己 踏上这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 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教会呢 一个月我们整个卫理工会呢 一个月要预备五千元 那过去我们神学的基金呢 一直有足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弟兄 他奉献 每一年奉献一大笔的资金 可是自从那位弟兄几年前 归主添加以后 就没有人奉献了 于是他奉献 积存了 继续派给神学生 到今年明年 几乎 这个快到底了 求主预备 求主感动 神学教育是培育天国的人才 也是建立天国在地上 继续扩张神的账目的工人 但愿上帝继续的感动 我说其中一位 是我们的神学生 罗亦宏弟兄 他今天赶场 因为这个神恩堂 刚刚早上早场的聚会 把我们神学生请过去讲道了 那他赶回来了 义鸿弟兄请上来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不得了 为什么呢 到今天为止 他过去工作的公司 没有他还不行 常常公司荡在那里 不能运作 因为他是电脑专家 软体专家 所以公司还要把他 请回去解决公司的问题 义鸿啊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神学读得怎么样 这里要特别的向我们的这个 牧师报告一下 我的读书的成绩和神学读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也跟大家报告 现在是我读神学的 差不多算是最后一个学期 因为我是2017年中开始学的 之前有陆续学了这个 兼职的课程 那么使得我的神学课程呢 就拿得有些乱 所以他最后会到2020年的时候 再多拿两门课程 我就可以结束了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已经读了神学的 90%以上的课程 都已经修完了 而且已经修过了 那么我所有的课程当中 最喜欢的 也修得最好的 一个是希腊文 希腊文解经 还有一个是神学的课目 系统神学 这是我最喜欢的 好 那你告诉弟兄姐妹一下 因为很多人也认识你 也关心你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读神学辛苦吗 一方面来讲是比较辛苦 因为神学呢 他需要你读非常非常多的书 往往在圣经里面 你看到不太起眼的 一点问题 都会在历史上 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家 做许许多多的争论 很多很多人 写过非常深刻的研究文章 你必须要读懂圣经 原本的文字之后 再去理解他们每个人 为什么要争论这些话题 这个话题有多么重要 这个话题如果争论偏向哪一方 就会对我们的神学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此如此重要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 所以就需要去阅读 他们的东西 那么阅读的话呢 由于它是英文的 那么首先就要跨越 这个语言的障碍 然后再有就是资料很多 你要在短的时间内读完 然后要根据你所阅读的 消化理解之后 用圣经作为依据 对他们每一个神学家的观点 进行这个批判 进行这个评估 然后得出一个神学论文 这是作业 所以这方面来讲是很辛苦 但是我们非常的快乐 我们很快乐地待到 每天晚上十点钟回家 感谢主 我也请义红告诉我们大家 你在去读神学之前 是哪一方面的专业 在哪里学 后来又如何在这一方面 能够进入社会工作 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我在中国是受中国的大学教育 学了电子计算机 叫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拿到了本科的学位 Bachelor Degree 之后我在2006年参加工作 我工作的地方是日本的公司 叫做Toshiba 东芝大家可能听过 我从那里开始就做 数据库Database的工程师 我数据库Database的专业方向 是Oracle 是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工程师 那么Oracle的服务对象 就是各国的政府 政务 政府部门 还有跨国公司的企业数据 它处理的都是企业级别的数据 这个部分 Oracle是什么听懂就懂 不懂就继续听下去了 太专业了 来继续 对 现在就是在做上帝的Oracle 然后我在正式开始 全世界念神学的时候是2017年 那个时候已经在澳洲生活了几年了 那么上帝在感动我 呼召我 教导我 然后 等一下 你之前说在大陆有工作 对 Toshiba的公司 是 那你来澳洲有上班吗 有工作吗 后来做了什么工作 很感谢主 我来澳洲的时候是2009年 今年是10周年 来澳洲 然后我在那里面呢 就直接找到了一份工作 是在一个叫做天主教教育学院的一个office里面 为他们做Oracle的工作 继续我的这个专业工作 很感谢主就是我这个IT的工作在澳洲能够继续进行 然后工作当中还有不断的进步的机会 让我继续加深我在这方面的专业 直到2017年的时候 我结束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是做这个高级顾问和系统工程师和架构师 感谢主 这么专业的人 现在这个改换 什么 跑道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放下工作 要读神学 有很多原因 今天回想起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喜爱上帝的话语 我借用牧师的圣经 上帝的话语 我是越读越甘甜 越读越甜美 越读越深奥 越读越奥秘 我愿意去追寻这个奥秘 我愿意花一生的时间去不断地学他的话语 从他的话语当中 领受圣灵的活水 当然读神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看 觉得牧师都很帅 都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 符合我心目中当中的英雄形象 难怪有人说你像我 是Superman 所以我是蛮心的乐意的想要加入到牧师 服侍教会 服侍主耶稣的行业 他们真的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比如说教会哪里人出了什么事情 牧师就跑到前面去 什么时候人需要关怀 牧师就到最前面去 这是神给他们的呼召 叫他们放下自己的东西 去把别人的生命 别人的灵魂 当作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所以我认为 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是上帝的道 还有就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灵魂 谢谢义红 所以我们继续为他祷告 也为他的妻子爱人一息祷告 让他们将来可以成为神手中 很重用的传道人 也继续帮助我们建立教会 牧养群羊 传羊福音 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上帝 今天谢谢你特地再赶回来 跟我们做这样的见证 谢谢义红好不好 谢谢牧师 谢谢 是的 接受神学教育 大部分都是在专业之上 继续受装备的 那我们目前几位传道人 包括师母也是个传道人 师母她很早的专业 是学音乐的 学作曲的 可是她到神学院去读了一个学位 后来又在牧师继续晋升的时候 她又读了第二个学位 就是硕士的 关于灵命 关于神学信仰的这个硕士 那我自己本身呢 1992年从神学院 神学学士Bachelor of Theology 毕业了以后就做传道人 那其实一个学位做传道人 一生就好了 为什么还继续升造呢 为了有更丰富圣经的真理 跟大家讲解 所以牧师就2003年 带着全家有一年的安息年 去台湾读书 这一读呢 就停不下来 所以一读就读了七年 继续读了两个硕士 还有一个还没完成的博士 那这些都是我们为主的教会 线上的 而且有一些 我们一般机构是这样 支持神学生读完一个基本学位 就停了 你再深造的话 没有补贴了 所以都是大家自掏腰包 为神的教会而去读的 我们这个梁敏牧师 她的专业是accountant 她已经在accountant firm 工作一段时间 那后来先生去新加坡神学院 读她的第一个硕士 第一个有教会神学的硕士 是专攻教会音乐 后来侍奉一段时间 又回去读第二个硕士 But a master in divinity 就是这个比较属于牧养教会 神学方面的硕士 如今我们的梁敏牧师 也在继续的深造 这些都是自费的 自掏腰包的 梁敏牧师现在研究 教会音乐与崇拜 在哪里读呢 美国 所以她一年都会飞美国 其他是教授在网络上面 指导她做研究 那么这个礼拜一 她的教授 也是世界级的教授 就来了 礼拜三 礼拜三就来了 然后礼拜五晚上 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一整天 梁敏牧师的教授 就会在这个地方开讲座 所以大家要有趁机会来 我要说的是 神为什么我们这些传道人 读了一个专业 还要再去读第二个专业 而且第二个专业 不是读一个学位就完了 而且是要读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 不是因为我们很爱读书 说真的 读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读书 是很喜乐的事情 你人生还要读很多书的人 请你举手一下 不多 也不敢举手 如果你有感动 读神学一定很丰富 鼓励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 圣经是一本讲述 这一位独一真神 伟大属性的一本书 所以如果这本伟大的书 没有一个人类教会历史中间 所凝聚出来的所有智慧 圣经无穷的智慧 用我们个人的经验 跟一小群人的经验 去解读这一本 永生上帝奇妙的真理 就会解歪了 因此我们读神学 是要帮助我们 集合初期教会 一直到今日教会 所有对圣经理解跟解释的统合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站在一个正确的解释上 来讲解圣经 但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讲解 我们需要付出很多年很多年的代价 这一段话一起来读一下 神学是透过圣经去认识 所启示给我们的神 并在以他为信心的对象下 用每一天的生活去经历他的又真又活 这一段话是我为神学做的定义 因为我读过的神学 因为我教过的神学 因为我所领受过的神学教育 我消化了以后 当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神学的时候 我写下了这一句话 神学不是理性思考关于圣经而已 神学是建立在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之下 用信心的眼光来去认识 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 关于他是谁 他做了什么 以及他的属性之后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经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 是与我们同行的上帝 所以神学 他不只是一套的教导 神学更是建立一套 属神生命的生活跟经历 在生活跟经历中间 我们的信心 对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 就更加稳固 不要动 这是我给神学的定义 那神学的基础在哪里 神学学神 神学大家来学习关于神 是关于神的知识 所以John Stock 写了一本书 叫做Knowing God 认识上帝 认识真神 其实Knowing God 就是神学 神学基础在哪里呢 可以不可以随意地说 我们的神是这样 是那样的呢 不 下面这一段话很重要 神学教育的基础 是建立在神的自我启示上 如果你要教导另外一个人 关于我 如果你要教导另外一个人 关于我 你可以随便教吗 那如果你不可以随便教 那你要根据什么来教 另外一个人关于我呢 就必须看看我本人 有没有写关于我自己的东西 看看我本人 有没有写下我自己的生平履历 跟我所做的事情 以及我所做的教导 我有 所以你教导别人关于我的时候 一定是从我的著作里面 我的作品当中 来教导另外一个人关于我 那当我们教导一群人 教导不认识上帝的人 关于上帝的时候 那个教导的基础要根据什么呢 根据神的自我启示 而神的自我启示 就在圣经里面 那我要先讲解一下 人间的宗教有两类 一类就是神起信仰 神起是他自己的信仰 另外一类是人起宗教 什么叫做人起宗教呢 人自己内在思考以后 所启发出来 比较崇高一点的 伦理道德的教育 被推崇为人膜拜的对象 这是人起宗教 跟神起信仰 最大的不同 是一个是出自于人 去领悟去体会 一个是神告诉人 他是谁 神告诉人他做了什么 神告诉人他的属性 是什么 所以在人类所有的宗教信仰 以及信仰的对象当中 只有圣经神起信仰 对这一位神有具体的 而且有能够被研究的 而且有能够被分析的 最清楚的一个信仰的对象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对他们信仰的对象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 能够有这么系统化的 一本教科书 关于他们的神是谁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 神记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什么 小欲列主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 做什么 小欲我们 所以从旧约几千年前 一直到今天几千年后 不同的时代里面 上帝在做一件启示的工作 这启示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用小欲 小不小的小 知道不知道的小 欲是什么呢 欲就是表明出来的话 就是你不知道的 上帝让你知道 你知道光是小欲 这两个字的用这个词 在圣经里面 至少出现一百四十次 小欲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版 翻译成启示 翻译成其他方式的小欲 还不算 单单翻译成小欲 有一百四十之多 也就是说六十六卷圣经 每一卷圣经都可以分这个字 为什么 耶和华上帝小欲摩西 耶和华上帝小欲西西家 耶和华上帝小欲以利亚 耶和华上帝小欲以赛亚 耶和华上帝小欲 小欲 有人叫小欲 名字叫小欲的人要记得 什么是小欲 耶和华小欲出现一百四十次之多 小欲是什么呢 小欲的意思就是 本来是沉默的 后来不再沉默 本来是安静的 后来不再安静 是什么意思啊 关于上帝的事情 本来大家不清楚 本来没有任何说明 关于上帝 但是 后来上帝说话了 上帝透过先知说话 我告诉摩西 你要告诉百姓 我是谁 我告诉以赛亚 你要告诉当时的民众 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说 本来上帝安静 可是呢 上帝借着众先知 借着摩西 借着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不再安静了 这就是神在说明自己 神在介绍自己 这个就是神学的基础 而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的 与教训 都者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益处的 提摩太书信里面提到这一句话 所以上帝借着众先知 众使徒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门徒 启示了 他是谁 所以 神学的基础 必须是建立在 圣经上 如果对圣经 含糊 如果对圣经 不看重的信仰 随时 偏离 随时 歪曲 第二 神学的内容是什么呢 为什么读神学要读那么多年呢 还可以从学士读到硕士 还可以读硕士 还可以读不同硕士 读了硕士以后 还可以读不同博士 博士之后还可以读哲学博士 那为什么神学需要这么复杂呢 那么多书可以读吗 那么多内容可以读吗 你要知道 神学涵盖的 不是工程师的内容 它远超过世界上 任何一个专科的内容 神学的内容 神学教育 来读一下这句话 神学教育 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 圣经所启示的整全之道 一个完全的道理 那完全的道理是什么 完全的道理是什么 人从哪里来 宇宙从哪里来 人有什么独特性 那么这位真神上帝是谁 他有什么的属性 他做了什么 人类出现了一些状况和问题 这位上帝怎么解决 而这位上帝如果是爱的上帝 他对人类做了什么 他的慈爱成就了什么 他的公义成就什么 如果这位上帝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上帝 他对人类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计划 人是物质的存在 又加上灵魂的存在 人是有短暂性的存在 人也有永恒性的存在 这些全都是神学内容 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科目 能够为我们解答 人类的疑问 所以自从人不要上帝以后 自从人不要信神以后 人类出现更多的问题 因为宇宙哪里来 没有答案 人从哪里来 没有答案 还有人应该像什么样 没有答案 那么这个世界的将来 将会如何 没有答案 因为人把整全的道理丢弃了 而神学就是帮助我们 去发现整个生命的奥秘 整个宇宙的奥秘 整个这位存在的上帝 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奥秘 所以保罗才说 如今这奥秘 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 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神学内容 包括神论 谁是真神 这位真神是怎样的神 他的本相是怎样的 他是慈爱的 是公义的 是无所不知的 是无所不能的 等等等等 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创造宇宙 三位一体一起创造 启示 然后上帝继续工作 然后拆遣他的独生子 到地上来工作 然后拆遣他的圣灵 继续做感动人心 归向上帝 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工作 这个关于神 世界上有哪一个专门 是独神论呢 你在公司里面 做外科医生 天天把人家打开 你有独神论吗 没有 对不对 你做动物医生 你有独过神论吗 没有 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神 圣经 而谁来讲解 透过神学教育的 我们来认识真神 神学教育还包括宇宙论 宇宙万物从哪里来 宇宙万物是为什么而存在 所以人看一个信神的人 看宇宙 看物质 跟不信神的人 看宇宙 看物质 是不同的眼光 还有 人论 论到人 人类的根源从哪里来 人的本质是什么 以及人需要什么 人性到底包含什么 今天社会主义 告诉我们说 人的存在 是为物质而存在的 人的成果成就 是为社会而建设的 可是呢 人更崇高的灵性 人更崇高有上帝形象样式 谁来教 神学 因为圣经这么说 继续下去 还论救恩 人需要救恩 人可以 人可以 人需要从痛苦中 被拯救出来 人需要在 沮丧中被拯救出来 人需要看见盼望 人需要看见救恩 而上帝 在基督耶稣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里面 成就的救恩 救恩论 还有 教会论 这一群新耶稣基督的人 集合成为的群体 教会 也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 也是永恒天国的雏形 教会论 教导我们 信靠上帝的人 在地上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应该过怎样的生命 教会论 末世论 有一天 世界的末了 世界的结束 会是如何的 我们要面对永恒 该怎么预备 所以 神学讲的 是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专业 专科讲的 神学告诉我们 宇宙从哪里来 有一天要去哪里 告诉我们 人从哪里来 人本相应该像谁 人该怎么生活 以及人需要照顾的 不只是物质吃饱的生命 更需要照顾的是永恒的生命 在今生就要活出人的生命 以及人永恒的归宿在哪里 只有神学才有 而人如何能够得救 只有神学有 今天社会学没有救恩论 今天医学没有救恩论 没有任何一个理论 会拯救我们的灵魂 医学拯救我们的肉体 身体 哲学拯救我们的思考能力 可是没有一个 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 神学 告诉我们 我们教会的存在 是代表上帝在地上的存在 所以叫做天国降临在地上 而这天国在地上 跟地上的国度不一样 所以天国在地上 活出天国的荣美 是比社会的荣美 是比社会的荣美更荣美 因此基督徒的生命 是社会的好榜样 而不是反社会 因此我们有眼光看世界的未来 有眼光看永恒的天家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神学的内容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跟大家讲解 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的说一下 神学有什么功能 神学有什么功能 你去读医学 医学有什么功能 帮助你 帮助你做好医生 还有呢 做好医生是怎样的医生 不要开错药 还有呢 对病理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对不对 所以 然后呢 你对病理有认识 你对那个病人的病情 能够比较快 比别人更了解 那个病情 然后给正确的药 要吃多久 要怎么治疗 等等等等 那神学有什么功能 神学的功能范畴很大 神学帮助我们 建立稳健的信仰与生活 建立一个稳健的信仰 不会飘来飘去 入了迷惑的信仰 你知道 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 怎么说呢 好 我过去常常这样说 信仰告诉我 上帝 有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不喜悦我 偷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信仰 神学教导的 上帝是忌邪的 上帝是忌恶的 所以呢 我知道 我的神学信仰 告诉我 神不喜欢我 神恨恶我偷东西 那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就影响我 我的生活 绝不偷东西 所以信仰稳健 生活健康 信仰正确 生活就圣洁 这个是神学 帮助我们 建立一个稳健的信仰 跟生活 帮助我们什么 帮助我们认识奇妙的真神 人间有很多神论 所谓的神论就是说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 膜拜的对象 可是 只有圣经 帮助我们找到一位真神 他是如何的奇妙 他的属性 所以如果你去过一些 其他的宗教 然后你又到了教会来 你又听了圣经 所教导 关于这位神 这位耶稣基督 做世人的救主 刚刚圣诗里面有说 从此不需要再寻找 因为已经找到了 第二 神学帮助我们怎样 持守纯正的真理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歪理 真理告诉我们说 对就是对 是就是是 不对就是不对 不是就不是 这个是真理 歪理是什么 上帝真的说吗 真的不可以吗 人家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可以啊 人家都都都虚假 你为什么那么纯真呢 纯真的人吃亏啊 虚假的人获益啊 很多很多的道理 在迷惑着我们 纯正的神学教导 帮助我们建立 持守一个 纯正的真理的生活 第三 神学有什么功能 帮助我们 明辨错误的教导 错误的教导 包括异端 包括邪教 对上帝错误的认识 对主耶稣基督 错误的认识 我们能够明辨 除此之外 还有社会当中 有一些错谬的教育 错谬的主义 我们也会明辨 因为我们建立在一个 正确的神学信仰教育当中 第四 神学帮助我们理解 存在的应由 什么是存在 宇宙的存在 从哪里来 将来从哪里去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人的生命从哪里来 人的一生在地上活的日子 如何存在 以及人活完这一生之后 我们的方向的目标 去哪里 这些都是存在的应由 还有人这些神学 帮助我们知道 存在的优先价值 优先顺序 这个是神学教育我们的 优先顺序是什么 优先顺序是上帝重要 还是物质重要 你会告诉我 上帝重要 因为你已经来这里敬拜上帝 如果是物质重要 现在正在外面打工 现在在外面赚钱 神学帮助我们知道 灵性灵魂是最重要的 生命生活 我们应该努力去工作 努力去生活 但是不能忽略了信仰的生活 这也是存在的一个优先顺序 第五 神学帮助我们什么 帮助我们明白 人性的原相 这太重要了 在牧师的讲道里面 所有的讲道 几乎都围绕在一个话题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恢复了像上帝 因为地上的教育 教导我们什么 地上的教育 教导我们某一种 社会标准的伦理道德 而人常常活不出 连社会教导的伦理道德 也活不出来 可是在真实的信仰 神学教育当中 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像上帝 所以这个才叫做像样 第六 帮助我们去实践一个 整全的生命 Holistic Life 完整的生命 什么叫做完整的生命 一个人 读很多书 对不对 理性上面 发挥的不错 因为他理解了 明白了 数学也做对了 那么地理也答对了 这些都是什么 知识的 理性的 那这发挥了 那大家都有发挥了 好 再来 感情如何 一个整全的生命 要照顾到 理性的需要 还有感性的需要 感性如何 你跟朋友的关系如何 你跟家人 亲人 爱人的关系如何 这个感性的需要 有没有被教导 活得更幸福 那么神学的教育 整全的照顾 包括理性 包括感性 感性常常是去经历 去经验 对不对 除此之外 一个整全的人 还有什么 还有灵性 你跟神的关系如何 那所有外面的教育 没有教你灵性 外面的教育 有教你人际关系 外面的教育 有教你理性 专业 知识 但是所有的教育 没有教育你灵性 去寻找真神上帝 所以神学帮助我们 去实践一个整全 一个人的完整性 都发挥出 它极大的功能 来 我们重复一下 这六大点 神学帮助我们什么 第一 神学帮助我们什么 二 神学帮助我们什么 三 四 理解 五 六 所以 为什么牧师传道人 常常被尊重 因为牧师传道人 愿意帮助人 活出整全的生命 这个是感谢主的地方 所以这是崇高的 神圣的一份尾声 说职业嘛 我自己不是最喜欢 有人说 牧师你这个职业 不错 我说也是职业 没有错 可是如果我把它当作职业 那我就不能做好牧师 因为职业是早九晚五 五点零五分打电话 我就不接了 早上九点上班的话 你八点半找我 我会告诉你说 下次不可以八点半找我 因为我的职业是早九晚五 所以我不喜欢看自己是职业 是 我们的是生命的服务 二十四小时 不是seven eleven 是什么 seven twenty four 是个 随时你遇到生命的状况 三更半夜两点三点 没有问题 需要牧师 需要传道人 我们就如同代表主耶稣基督一样 来为你祷告 来为你提供心灵 灵性的辅导 来为你陪伴 因为神与你同在 透过我们 神学教育 感谢主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信套顺服 这首诗歌 其实好的诗歌 都在健全的 我会唱一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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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唱一首诗歌